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奔放的舞蹈伴随着现场爵士乐演奏 带给观赏者视听双重享受 舞团一直想要做就是结合 现场的爵士乐跟爵士舞 做一个完全现场的一个表演 然后就是像现场的音乐是很迷人的 但是对舞者他的挑战心很大的 因为现场的乐队 他每天的速度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次上场 舞者都要去挑战现场的一个临场感 然后我觉得像一般在做演出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那种碰撞 就是说跟音乐家的碰撞 或者是跟演员的碰撞 这种对我们是很有挑战性的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演出的特点 绝大舞蹈结合爵士乐团 回归简单快乐跳舞的初衷 以自由为主题展现现现代舞和爵士舞的技巧和元素 也在全球疫情影响下 带给观赏者娱乐触发心情 爵士乐它是处于 是从黑奴文化那时候开始 它一开始是被封闭的 所以他们是借由节奏 然后踢踢踢拍打身体 然后去抒发他的心情跟能量 我觉得它是一个生而自由的一个舞蹈 不同于一般表演 台下民众跟着台上一起舞动 他们是绝代舞蹈剧场到学校特教班教舞蹈的学生 特地来看演出活动筋骨 体验一场刺激感官的爵士饗宴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